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 我是220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又到了房车车友们出行去北方的绝佳时期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车友们对房车上的水电又有了更高的需求 那么是不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做到水电无忧而一味的去追行大水大电 还有就是在水电加大的前提下 以致而来的是车身增重的问题 那么今天咱们就这些问题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来聊一聊最近车友们经常所提到的这些话题 首先是关于水 现在咱们家做的水箱一般都是200升左右 在大通风190小头上更是做到230升 可以说绝对算得上大水箱了 但是在车友加水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车友少加点 不要加太满 能够用就好 怎么才能够用呢 今天就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大家基本上都了解咱们家里的热水器 它的容积基本上是60升的 平时再算上咱们洗澡用的凉水 就中和一下咱们打120升来算 我相信一加三口洗澡的时候还没有出现过不够用的这种情况 然后咱们再回归到车上 相信有用过房车的车友都有一个经验 就是在车上洗澡的时候的用水是要远远低于在家里的用水量 这个例子说完不知道您还单不担心洗澡水不够用的问题 可能在这个时候又有车友会说 我一次用不完我可以放着呀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您有没有考虑到水质的问题 在常温下您的水能放多长时间呢 相信这个大家都会非常了解 再说现在的加水是非常方便的 像在高速上的服务区 现在大部分的服务区啊 都在忙着设置这个房车的补给区 还有呢就是货车加水的地方 在国道咱们加油的时候 您在加油站扯一个水管 然后在农家乐的地方呢 您在农户里边再扯一个水管 等等一些都很方便 所以啊 房车上的用水不要一味的去追寻足够大 而是要追寻怎么样才能合理的达到咱们的使用要求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车内用电的使用情况 相信不用说 大家也一定是想着电一定要越大越好 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咱们用数据来说话 众所周知 车辆的发电机都是150安的 即使是伊威克的双发 它也是分开补给 也就是在为车后面房的部分的补给啊 也是150安的 然后车的电压是12伏 电流乘以电压 得到的就是功率 也就是150乘以12等于1800 这个呢就是换算过来是1.8度电 也就是一个小时能充1.8度电 当然了这是理想状态下 在去去电线的损耗 以及车前方的用电的情况 也就是能达到80%左右 这样呢也就是一个小时啊 能维持到1.4度电 以800安时为例的话 充满需要6.85个小时 也就是从0到100% 那么可想而知 你这一天需要跑多少个小时 才能够去维持您更大的电量需求 所以在考虑电池的安装上啊 不要去想着需要多大的电 而是要想着我每天能够不计多大的电量 还有就是12伏400安时的电池 它的重量啊 大概就是36公斤左右 在基本的配置上 相信各位车友在加装多少电池 又增加了多少负重 都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说完水和电啊 是不是大家又会有疑虑产生了呢 就是大水大电都给我打消了 那我不够用 又能怎么办呢 在这里啊 飞翔房车的设计师 其实已经给各位车友 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水的基础上 我们给大家配备了 节日式的柴油热水加热器 可以随时随地啊 给您提供热水 所以啊 大家也不用担心 加水之后热水使用的问题 在电力上 我们为了让各位车友 能够尽可能的少用电能 给大家配备了 无名火防墙风的内外柴油炉 就连耗电量最大的空调 研发团队也是费尽了心思 终于做到了 在节能模式下 功率仅仅在200到300瓦之间 所以说啊 真正做到了 让你水电无忧 房车在选择的基础上 一定要做减仿 不要在还没有踏上旅途的那一刻 就想着要加多少东西 有可能这些都是在您的改装旅行的过程中 增加的学费这一项 不单单是您的改装费用 还有更多的是车身增重 给您带来的油耗的增加 以及刹车的滞后 房车不单单是越贵越好 也不单单是配置越高越好 而是只有真正适合您的 能够实用的 才是您的最好 希望飞扬房车 在您选择房车的时候 给您做一份参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啊 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观看 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视频的下方 进行给我们留言 或者点赞 那么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谢谢您的观看